如果小日本军官住进你家里你会怎么办 尼安娜就将面临类似的困境 二战时期德国占领了法国 一名德军副官突然出现 要强行征用他们的房子给一位尚未居住 还偏偏挑中了他已是父母的房间 尼安娜虽然气愤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拿走刚刚摆放好的花和父母的照片 其实偌大的房子只有尼安娜和爷爷两人居住 平时吃完晚饭 他们就会窝在火炉边的沙发上 爷爷看书 尼安娜则弹奏钢琴 今天尼安娜照里演奏着巴赫的前奏曲 尚未的汽车也慢慢停在了家门口 尚未缓缓推开房门 灯光在情深中温柔醉人 不过这一切随着她的出现戛然而止 面对着礼貌的歉意 祖孙俩只用沉默来回应 即使她出乎意料的身世 依然改变不了她侵略者的身份 待尚未找到自己的房间后 尼安娜立刻将鲜花扔进了火堆 因为那位副官曾经说过 尚未很喜欢鲜花 虽然房子被侵占了 生活还要继续 平日里面 对尚未的早安 晚安 祖孙俩始终以沉默 来诉说最后的尊严 尼安娜是一个家庭钢琴教师 每天骑自行车去授课 然后再到表哥家取些牛奶 因为大批物资 都被德国人夺走送去前线 导致他们经常买不到食物 表哥也一直喜欢尼安娜 想要约她明天去海边 尼安娜拒绝了 她知道表哥是什么德行 到了晚上 尚未回来后 照例向祖孙俩表达问候 祖孙俩也照例装没听见 尚未说自己经常十点以后才回来 他们可以把大门锁上 她从小门进入 爷爷觉得这个想法挺好 不用在客厅再见到他了 可尼安娜却表示 他们从未锁过大门 这样做毫无道理 这天尼安娜在排队买食物时 自行车被偷了 她只能走路回家 导致脚上抹满了水泡 第二天也只能踩着水泡 走路去受课 就在尼安娜停下来歇歇时 尚未的车刚好经过 尚未邀请她上车同行 尼安娜依旧没有说话 只是站起身 默默从她的身边擦过 用无言的肛傲 拒绝了这番好意 尚未知道她的倔强 只得驾车离去 尼安娜的学生突然说 她不能继续上钢琴课了 原来女孩是一个犹太家庭 德国人夺走了她爸爸的工作 他们已经无力支付学费 尼安娜不想放弃一个好苗子 于是提出无常教学 回家途中 尼安娜遇到了表兄 表兄正好开着卡车 便要送她回家 车上尼安娜被夹在两个男人中间 他们总是用猥琐的目光 在她身上流连 这与尚未的绅士相比 高低了一线 所以尼安娜一下车 头也不回地关上了家门 尚未回来了 这次她没有走进客厅 而是禁止上楼 再次下来时 也是换了一身便装 尚未独自走到火炉边 他说 温暖的炉火 会让她有一种家的感觉 祖孙俩依旧沉默无言 但尚未超长的独白 他们的耳朵 却是一句都没落下 尚未像个普通的房客一样 分享自己的家庭 胜赞法国的文学和德国的音乐 她自己就是一个作曲家 参军只是迫于家族传统 没得选择 她最爱的音乐家是巴赫 碰巧 尼安娜也是 如果不是战争 他们肯定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 但家国仇恨的现实 就摆在面前 纵有千言万语 也只能将其 变成海底的暗流汹涌 但这番独白 让尼安娜 对尚未的印象 趋于缓和 一种不可言说的感情 正在慢慢萌发 能打破国界的 除了战争 还有爱情 但当爱情遇上战争 一切就会成为悲剧 尼安娜很不想承认 她对那个德国尚未 渐渐产生了爱意 她开始不自觉地期待 尚未归来 还有 她每天 一定会带来的独白 但当她回来后 尼安娜 依旧只能用沉默来回应 这次尚未的独白 是关于大海 说话间 眼睛 总是看向尼安娜 言语中 没有一句无爱 眼神中 却沉满深情 尚未说完 便立正质疑 转身离去 尼安娜全程 保持着表面的平静 她内心 早已暗潮汹涌 一旁的爷爷看穿一切 爷爷清楚地知道 他们之间 是一条无法愉悦老公 希望孙女及时止损 不要在注定 没有结果的感情上受伤 尼安娜开始注重打扮 去理发店做了新头发 她会像一世欣赏 镜子中的新发型 和自己成熟丰满的动体 圣诞节临近 使局局越来越动荡 越来越多的反抗组织被抓 尼安娜的犹太学生一家 也连夜逃走了 还给她留下了一辆自行车 上诞晚餐后 尼安娜拒绝了和爷爷 一起去参加弥赛 独自坐在滋滋作响的火炉旁 不言而喻 她在等尚未 在紧张的期待中 尚未走了进来 尚未说起与她的初见 那时 尼安娜弹奏着巴赫的前奏曲 是她最钟爱的曲子 说着 尚未打开钢琴 前奏起的旋律 慢慢流淌开来 尼安娜眼眸低垂 默默聆听 白皙的景象光影流动 突然 琴声骤停 她感觉到她的气息 在慢慢靠近 尚未望着尼安娜 纤细地搏梗 她想要触碰 但最终 那只手也只是落在了 尼安娜的影子上 简短地问候 却夹杂着万语千言 太多人 只有百分之一的相爱 却装出百分之百 而她们百分之百相爱 就只能流露出百分之一 而仅这百分之一 就已经如此震撼 尚未离开后 尼安娜鬼使神差地 来到尚未的房间 她被一封信吸引 是尚未母亲寄来的 里面还附着一张 年轻女士的照片 不知道和尚未 到底是什么关系 尼安娜躺在她的床上 不知不觉 在她的气息中睡着了 气车声响起 她才猛然惊醒 慌忙起身离开 开门时带起的风 却让信件掉到了地上 回到房间的尚未 看到地上的信 她好像明白了什么 同往常一样 尼安娜来到海边买鱼 而在桥的尽头 尚未正目光灼灼地 站在那里 像是有什么话要说 可待尼安娜走近 她却又突然无从开口 尼安娜想要尽快逃离 慌乱中 却不小心打翻鱼栏 尚未立刻俯下身 帮她尸检 明明两只手的距离 如此之近 却总是精准地 避开每一次接触 尚未以为 尼安娜是爱她的 可现在她的眼中 明明满是敌意与戒备 她又无法确认 邀请她参加舞会 尼安娜头往城一样 拒绝了她 但这次表哥恼羞成怒 居然用了墙 这个男人表白不成 就恼羞成怒 想要用墙 尚未正好回来 听到呼喊声 他匆忙跑进去 只见尼安娜一山凌乱 尚未目光灵灵盯着男人 男人瞬间明白了一切 气氛离去 依旧是没有一句对白 尚未知道 即使在愤怒 他也没有资格过问一句话 尚未的两个军官朋友 要来住几天 为了不打扰祖孙俩 尚未把他们安排在了 外面的小木屋里 晚上 三人却发生了争吵 尚未的内心极其困惑 他向祖孙俩倾诉 他该怎么办 他该怎么做 但没有人能给他答案 尼安娜无意间得知 邻居太太参加了抵抗组织 这天 他看到德军 抓走了多次 出现在邻居太太家的男人 立刻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邻居太太面色凝重 他知道危险正在逼近 邻居太太将儿子托付给了尼安娜 他们准备对德国高官发动袭击 当晚 尼安娜看到 反抗组织的人把炸药 装在了尚未的汽车下 他想要去告诉他 但又彷徨不前 尼安娜就这样 在家国大义 与个体情爱中彻夜挣扎 第二天 守在窗边的尼安娜 看到那两个军官 停在了汽车旁 而尚未下楼的脚步声 也越来越紧 眼看尚未就要走出房门 慌乱中 尼安娜弹起了钢琴 成功让尚未停住了脚步 尚未住进来的第一天 尼安娜就带着增悟发誓 只要这个德国人在 他就绝对不碰琴 而现在同样是因为这个德国人 他打破了誓言 尚未走到尼安娜面前 他的眼神中满是惊喜 以为这是在回应他的爱意 但随着一声爆炸响起 在看尼安娜的眼神 尚未当即明白了一切 尚未冲出房门 他的朋友已经葬身火海 战火终究还是把他们 隔在了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 德军抓走了邻居夫妻俩 尼安娜想要找尚未帮忙救出他们 人群中依旧是一次无言的对视 尚未又离开做了回答 他要忠于自己的责任 尼安娜哭了很久 是为了邻居夫妇 也是为了他们 越来越不可触碰的爱情 当晚 尚未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了 他正在门口 犹豫着要不要告别时 老人破天荒地 说了这么久以来的第一句话 尚未说 他今天晚上就要出发赶赴俄国战场 那边零下40度 前途未卜 众所周知 东线战场是德军的目的 尚未转身离开 尼安娜的泪水早已控制不住 他追出房门 四目相对之际 纵然双眼 已经爱意汹涌 但在极度的克制下 尼安娜只能说 这是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应该也是最后一句 尚未露出了微笑 他终于确信了 尼安娜是爱她的 这一刻 任何一句话 一个拥抱 都显多余 尚未带着他们沉默 却汹涌的爱情离开了 之后 尼安娜也选择加入了抵抗组织 为祖国而战 为和平而战 他们在不同的战场上 忠诚着 属于自己的责任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